Hello 大家好 好緊張啊 我們的一個月不停飛歐遊之旅 今天終於要開始了 因為接下來的一個月 我們會用30日時間 玩足六個歐洲國家 那有哪六個歐洲國家呢? 例如愛沙尼亞 希臘 馬爾他 意大利西西里島 西班牙 和瑞士 我們現在就來了 希爾森奇的碼頭 準備搭船過愛沙尼亞的叉連 本身我們現在第一站在叉連 但其實我們沒有計劃到這個做第一站 為什麼我們會突然要搭船過去呢? 試完就是因為找到一張很便宜的機票 我們的目的地本身是Santorini 希臘的 我們原先是找由希爾森奇直飛去Santorini的機票 但發現呢 就算是我們提早了一個半月預訂 但是已經是300多歐的價錢 所以我們就開始找 看看在希爾森奇附近 有沒有比較近的轉機的地方可以去到 之後就發現了他連竟然是100多歐 兩個人包了 但很神奇的是 我們發現在他連轉機的時候 是先會轉去希爾森奇 同一班航包 連航班的號碼都一樣 由希爾森奇再飛回去 Santorini 但價錢便宜了 就三分二 那這裡有一個旅行的tips可以給大家 大家如果想去一個地方 發現他的機票太貴 可以考慮一下 看看他鄰近的國家或者城市 再飛會不會有便宜一些 或者不同的價錢 是 我們現在來到郵輪的七樓 但這一層可能就是娛樂設施比較多 所以這一層就看不到客房的範圍 好像很好玩 好像很好玩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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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海發展得最快最快的國家 我瘋了才43歐 上課的時候整款都放在桌上 怎麼嚇死人了 抄牌用這些 愛沙尼亞真正開始發展 其實都只是近30年的事 他在一戰之後立了國 沒多久就已經又被蘇聯立了去做衛星國 直到1991年才恢復自由身 獨立之後的愛沙尼亞 一直是專注在科技和教育的發展 尤其是他的第四任總統 Dumas Hendrik 推出的一系列數位化政策 更加令愛沙尼亞成為科技強國 這裡的國民無論是結婚、買樓、 或是選舉、還是醫療 全部都可以在網上搞定 愛沙尼亞的政府是全球第一個 全面數位化的政府 也正正是因為政府的推動 這裡的科技公司也是非常蓬勃地發展 大家用開的Skype 以及近年發展起來的 Wise Transfer 其實都是起源於Astonia 這間在Old Town的餐廳 是無縫中世紀的風格打造的 裡面的人全部都穿著中世紀的服飾 就連燈光都暗得好像Dark Ages 所以真是Sorry 我們什麼都錄不到 中世紀的食物味道就真的一般 但我們絕對建議進去買氣氛體驗一下 我們現在就在Talem的海邊 這個是距離Old Town都有一段距離 可能走路要一小時的車程 我們用了15分鐘就來到這邊 就是因為踏Skype 這道Skype的價錢 是比其他歐洲國家還要便宜的 例如波蘭 一個很出名物價低的國家 但其實這道Skype的價格 比波蘭是要更便宜的 所以如果大家來到Astonia 玩的話 就要試試踏 你的存在顯著 好像是王駿嗎 無論如何是單身的 是據說 我們現在來到Taline的機場 準備等下星期轉機的飛機 我們來到發現了一件很新奇的事 就是在後機室的位置 它有一排的書架 書架上的書你可以隨便拿走 在你的飛機航班的時候閱讀 這個就是我們飛這麼多個機場 這麼多國家 這麼多地區的機場 都是第一次見有這樣的設計 是 6 reasons for reading books 好啦 大家知不知道為什麼讀書這麼重要 其中一個就是可以提升這個睡眠質素 因為一看書就會想睡 那我覺得其實很好 因為Taline她是出名的 她的教育水平是很好的 她的教育制度各樣東西都很好 那其實在這些細節就可以看到 她們真的很promote閱讀這個風氣 那在短短的一天你覺得Taline這個城市怎麼樣 我覺得Taline這個城市是 給我一種很舒服的感覺 因為其實她的設備都很通順很暢順 還有交通工具也很方便 因為她本身市中心不算特別大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我們的旅行 都是十分鐘內可以到達 還有就是她們的boats boats就提供了很多很方便的服務 拜拜 例如我們搭的士 由市中心去到機場 其實短短十二分鐘就已經到了 還要是三點五歐整起 其實是跟搭公共交通工具差不多 那其實就算是搭公共交通工具 這裡也是非常方便的 完全是可以在網上買票 雖然我們就要買票 但是其實本身在Taline的居民呢 就不需要買票 可以免費搭所有的公共交通工具 那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福利 還有 這裡的人都很好 就是我覺得Taline人是很好 因為他們本身 比這個城市的定位就是勉強國際 那所以其實他們每個人的英文都非常之晃 還有在Taline的人呢 會很主動地去幫助其他人 那我們都有幾次是 在商店那裡買東西 就算我們溝通其實本身很通暢的 那但是他們 有其他人經過都會 過來問一下我們 需要不需要幫忙溝通 但是雖然其實我們真的覺得 所有人的英文都很好 而且沒有什麼口音 很容易明白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就記得Like、Subscribe和留言 還可以在Taline下面的鈴鐺 接收我們的最新資訊 我們會不定期更新 原題的影片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